来看一看两人球对全场比赛的极紧 当然我们知道恒大淘宝这场比赛的话 是没有外援塔利斯卡的登场 但是他们开场之后的进攻态势还是非常的不错 当然这场比赛客观条件的这个与世 对双方的实际比赛内容当中 都出现了很多偶然性的因素 这个球杨鲤非常的聪明 但于大宝速度确实够快 作为一个中卫 从先锋改打过来 他的移动能力应该是十分非常看重 上半场黄博文的一次远射 这脚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整个打门动作看上去有点变怒 可以看出他的射数 射门实际不是很好 但他完成的还真是不错 尤其是左脚打 这是恒大后防线处理球出现的一次失误 高准硬的干扰 加上刘建波的封堵 所以说双方上半场由于彼此 后防线上的一些小问题 给对手的进攻 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这场比赛 中卫国安一共是打进了三个球 但是比分是一比零 这是三个球当中的第一个 如果是金鸣呆顶到的话 那么比埃拉后因为是越位 他开始以为吹的手球 实际上不是越位的 是越位的问题 同大利用脚球的投球攻门 张林鹏力压离可的投球 有一个弹地 但顶得比较正 这个球可能跟雨水有一定关系 皮球滑 头上也有水 所以打薄了 这个球高林有点可惜 他这个球类似于后面 吃中国那角射门 但这个是在进区内 左脚太可惜了 没吃到部位 对 又是他投球 所以说我们看恒大 今天的很多有威胁的进攻 只有最后一下 只有最后一下 其实今天这比分是一比零 我觉得有点吝啬 双方要把这些好机会算进去的话 这是那个唯一的进球 对 两个外援跟四个本土的后防线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 其实也是印证了一个道理 这个高水平的外援 在局部的这个经验 作战的能力 这方面呢 确实要去决定性 是这样 刚刚那样的一个进球 不算门将留电座 我们看到两名外援 周围恒大的防守队员 差不多是有五个人 一起是挤过来了 但挤了半天 也没有形成 政治实际的一些 这是今天张静鹏的高光亮点 对雷雷 还有从刚才家防当中的突击 包括传球到后点 还是最后一下 没顶着 今天的比赛 恒大只上一个外援 你看他的本土选手 我觉得实力确实强 对 包括39岁的政治 最后时刻的话 卡安瓦罗的几个化人调整 包括严顶浩上场 余罕超上场 甚至是维士豪上场 都是进攻线的调整 对